那么今天我们讲解的内容的话,主要是基于我们正典原子的STM32 FE开发平台 那么在讲解这个内容之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包含哪些部分 首先的话我们会讲解这个RTC的一些特性和原理 那么在讲解这个RTC的原理的时候,我们会着重的讲解一下这个RTC的框图 因为大家只有对这个RTC的框图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在配置这个RTC的过程才会得心应手 接着我们会讲解这个backup备份寄存器 因为我们这个RTC的话实际上是有用到这个备份寄存器的 那么最后的话我们会讲解一下这个RTC常用的一些寄存器和扩寒素的配置 我们着重来讲解一下这个,也就是说从代码层面去讲解 那么最后的话实际上在我们下一讲视频里面 我们会教大家去,会对照我们这个RTC实验的这个圆码 教大家怎么来配置这个RTC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参考资料有哪些 那么对于这个占件版和经营版的话 我们可以参考F1的开发指南框图版本的第20章 那么有讲解这个RTC实施时钟实验 那么对于我们迷你版的话 同样可以参考不完全手册的扩寒素版本 那么它是第18章 那么对于这个RTC的话 在我们这个开发版配套的这个手册里面 实际上是讲解的非常详细的 不管是从寄存器也好 还是说扩寒素配置也好 还是整个配置过程原理也好 在我们手册里面讲解都是非常的详细 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这个视频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会过头来看一下我们手册 然后的话对于FT官方的资料的话 这个中文参考手册的第16章 有这个实施时钟的知识 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几本资料 首先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站坚或者精英为例 那么这就是开发指南 那么这个第20章 我们这里有讲这个RTC 包括这个框图 还有相关的寄存器 以及扩完速度配置 以及在我们软件设计这里 我们对这个代码也有一定的讲解 那么对于这个迷你版的话 就参考这个不完全手册 那么内容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对于这个ST官方的中文参考手册 这里有个16章 那么这个16章的话 对于这个RTC的框图原理特征 寄存器讲解也是非常详细的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不管你用哪个平台 不管你是用站坚也好 精英也好 迷你也好 那么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是百分百试用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RTC RTC的话叫Realtime Clock 也就是实时时钟 那么实时时钟在STM32 它的RTC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它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定时器 一个连续的计数的一个计数器 也就是说一个计数器 在这里可以不停的计数 那么它在相应的软件配置下 可以提供时钟日历的功能 那么这里要注意修改计数器的值 可以重新设置当前日期和时间 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修改 或者说这个软件怎么来配置 这个我们后面讲解的重点的内容 然后RTC模块和时钟配置系统 是在后备区域 这里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在系统复位或从待机模式唤醒之后 RTC的设置和时钟保持不变 那么后备区域的话 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解一下 这个后备寄存器顺带讲 那么后备区域的话 它的供电实际上是可以由这个 什么我们的这个Webite来供电 所以它是可以在我们这个系统 即使你的比如说我们的开发板 你断电了 它还是继续在工作 那么这里还要注意的是 在系统复位之后 会自动禁止访问后备寄存器和RTC 为什么要自动禁止呢 因为防止我们对这个后备区域的意外操作 我们代码里面可能错误的操作 因为正常情况下 只要你初始化好了之后 或者说我们RTC配置好之后 那么它会不停的在这里工作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不需要再去操作它 所以它为了防止你意外操作 所以它自动的把这些访问 寄存器访问禁止 所以我们一般在我们设置时间之前 我们先要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 我这里只是略微的提到 我们会在后面给大家讲解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TM32RTC的一些特征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把特征说出来 可能有很多同学 可能不是很明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在讲这个特征之前 我应该先讲一下这个RTC的框图 可能大家听我讲了这个框图之后 那么对于这些特征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RTC的框图 那么这个框图在哪里呢 这个框图也不是我画的 那么这个框图实际上是在中文参考手册 这个RTC第16章 这个比较前面的部分 那么这里的话就有这样一个框图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看 这就是这个框图 那么我们可以回到我们PPT 因为我们PPT里面还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这个框图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APP接口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RTC的核心 那么第一个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看这个APP接口 它是与APP总线相连 那是可以通过这个 我们CPU可以通过这个APP总线 来访问这个APP接口 那么APP接口的话 它主要是干嘛呢 它主要是操作这个RTC相关的寄存器 大家可以看 它这几个箭头相连 它实际上是连的是什么 这里都是一些寄存器 你看这里的都是寄存器 那么这一块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着重讲解第二块 那么RTC STM32的RTC 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实现这个时钟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里有一个RTC clock 那么这个RTC clock的话 就是RTC的时钟 那么在讲解这个RTC的时钟之前 实际上我们首先 在我们PPT 实际上我放在这个后面 我们要看一下 在我们前面讲解这个时钟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讲过 这个RTC的时钟 实际上是有几个来源 第一个它可以来自外部的LSE 也就是我们看 对于我们开发板实际上有一个 32.768KHz的这样一个时钟 这样一个金正 然后第二个来源的话 它可以是这个HSE的128分屏 然后第三个的话 它可以是LSI 也就是说RTC 它的时钟来源有这三种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里大家要注意 我们都是采用外部的金正 为什么采用外部的呢 因为它很准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框图 所以这一步就是首先是RTC的时钟 我们确定了 然后这里有个RTC-DIV和RTC-PRL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的话 下面的寄存器叫做 叫做这个预分屏余速寄存器 上面的话叫自动装载寄存器 重装载寄存器 那么这个寄存器 这两个寄存器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的话 这里有一个时钟 在我们这个RTC-Clock 来了之后 那么这个我们首先会在程序里面 它执行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PRL 先写一个值 重装载值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写100 那么写100之后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时钟 把我们的RTC-Clock 预分屏100 也就是说除以100 之后那么得到什么时钟呢 得到我们这里的TR-Clock 这个时钟 那么大家就会问 那么这个DIV有什么用呢 那么DIV是这样子的 DIV就是一个叫预分屏的预速 预分屏的话 它实际上是可以提供一个 更加精确的一个时钟 怎么来理解呢 它首先在我们 比如说我们这个RTC-Clock 预分屏100之后 那么也就是说 TR-Clock 一个周期 那相当于有多少个RTC-Clock 可能有100个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RTC-DIV的值 在你装载之后 那么它的值会是100 然后它会 这个RTC-DIV呢 它会在这个RTC-Clock 时钟的控制下 每一个时钟 它减1 它会从100 往下减 它是自减的 减到0 又从100 往下减 那么也就是说 因为它的控制 是在RTC-Clock 的控制之下 所以说 我们这里 RTC-DIV 它又更比这个RTR-Clock 更加精确 为什么呢 因为TR-Clock 它是这个RTC的 比如说除以 我们自动装载是100 它是它除以100 那么我们实际 我们讲个例子 举个简单的例子 方便大家理解 比如说 我们的RTC-Clock 等于假如 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我们这里 等于100赫兹 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这里 等于100赫兹 然后我们这个 自动装载值 等于100 那么这里产生的 TR-Clock 就是1赫兹 对吧 那么1赫兹 也就是说 100个RTC-Clock 那么这个TR 就会产生 一个TR-Clock 但是因为 我们这个每一次 计数到0 之后这个RTC-DIV 它会从100往下减 减到0 实际上 也就是说 100个时钟周期 100个时钟周期 才会什么 RTC-DIV 它就会一出 就会计数到0 又重装展 所以这个DIV的值 它每往下减1 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我们这个 RTC-Clock 计数了一个周期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里可能有点 有些同学 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么等一下 我们还给大家 再重生一遍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往后看 那么到这个TR-Clock 分屏过来 TR-Clock 那么这个我们一般 的设置的话 就是1秒 我们叫秒 RTC的秒钟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它设置为1赫兹 也就是一个周期 是1秒 然后的话 每一个周期 这里就有一个 第二个部分 就是32位的什么 可编程寄数器 叫RTC-CNT 这里有个这样的寄存器 它实际上是一个可编程的寄数器 它每一个这个TR-Clock的话 它会加1 比如说首先 我们设置一个值是 Count 然后它每一个TR周期 它都加1 加1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它溢出 这里会有溢出的标志 如果你开启了中断的话 就会有溢出中断 然后这里有个秒 因为我们TR-Clock 我们一般情况下 都把它设置为 它的时钟频率为1秒 那么这里就会有 也有一个标志 也就是说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RTC-Align 是什么呢 RTC-Align就是一个闹钟 那么我们有RTC-Align的 这样一个寄存器 我们可以去设置 如果它的值 跟我们这个RTC-Count CNT这个值 寄数器的值相等 那么它就会产生闹钟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里的话 有相关的什么溢出中断 秒钟断 一秒钟到了 有个中断 那这样的话 这里就会有一些NVSA的控制 那么这是整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的话 可能有些同学还不是很理解 那我把它再过一遍 简单的过一遍 上面我们就不讲 下面首先有一个时钟RTC-Clock 那么它经过一个分频 得到TR-Clock 一般情况下TR-Clock是1赫兹 那么每一个 比如说每一秒钟到了 它会产生相应的标志位 这里的话 有一个RTC-CNT 就是这个32位的可变成寄数器 那么它的值的话 首先我们会设一个出值 然后每一个这个TR-Clock 它都会加1 这里如果它溢出了 32位溢出来 就会溢出中断 那么这里有Alarm Alarm的值会跟CNT的值比较 这个是寄存器里面配置 相等的话 也会就会产生Alarm 就是然后这里着重 要讲的是这个RTC-DIV 那么它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自动装载的 一个预分屏技术器 向下技术 实际上它是个向下技术 因为我们设置这个技术器的 设置这个RTC的 这个PRL的寄存器之后 比如说为100 那么它会RTC-DIV的值 它会从这个PRL里面装载进来 装着为100 那么它的时钟就是RTC-Clock 它从100就往下激素 激素到0 又什么 又从100激素 所以我们去读这个DIV 这个寄存器的值 我们是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一个时间差 也就是可以得到比这个TR-Clock更加精确 因为它的时钟是RTC-Clock 而我们这里的秒 它的时钟是TR-Clock 它是经过分屏来的 所以它这个DIV 我们去读DIV 比如说第一次读到100 第二次读到80 那么这个中间的差值是20的话 它是20个RTC-Clock周期的时间 所以它可以 它的每一步 它的时间就比这个秒时钟更加精确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RTC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APB接口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 它是去访问寄存器的 第二个的话是RTC核心 那么它首先有一个预分屏模块 它可以产生一个一秒的时机TR-Clock 设置的秒中断 允许位可以产生中断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32位可编程的计数器 就是我们这里 然后它可被初始化为当前时间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计数器 比如说今天2015年 5月13号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计数器的值 设为1万 假如是1万 那么每一秒钟它加1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读这个计数 这个计数器 只要它没有溢出 我们前提是假如它没有溢出 那么它是可以不停的往下计数 每计数一次就是1秒 那么我们去读这个值 是不是可以计算到 比如说一年之后 这个值实际上 一年后的今天 这个值是固定的 同时我们可以读这个值 直到我们当前的时间 对不对 那么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好理解 本质它就是一个计数器 那么RTC的内核是完全独立 用APB接口 软件通过APB接口 对RTC相关计存器来访问 相关计存器只在 RTC APB时中进行重新同步 的RTC时中的上升也不更新 那么这里的话 可能讲起来比较拗口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配置这个计存器的时候 再来给大家来讲解这一段话的含义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重点的知识 就是backup计存器 在讲解我们RTC的计存器之前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这个backup备份计存器 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它就是一个42个16位的计存器 就是说有一个42个16位的计存器 它是可以用来存储84个字节数据 它们是处在备份区域 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 当我们的VDD电源切断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开发板 我们把电断掉 但是它可以依然有这个VBIT VBIT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电磁 一个扭扣电磁在我们开发板上 当系统在代气模式下被唤醒 或者系统复位 或者电源复位 它们也不会复位 也就是说 它还依然是保留的 那么我们要去访问这个备份计存器 或者RTC 我们这里列出了两个步骤 我们要设置相关的计存器的相关位 去使能电源和后备的时钟 我们要操作它 首先要使能时钟 然后我们要设置这个PWRC RDBP位 去使能RTC和后备 计存器的访问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在程序里面 我们会给大家讲解怎么来配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TC相关的计存器 那么在讲解这个RTC相关的计存器之前 首先我们打开 比如说我们以战键为例 我们打开这个RTC实验 实验15 我们把这个工程打开 这里的话 实际上我已经给大家打开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RTC的框数是在哪里呢 在这个里面 我们要用到RTC的话 我们至少要把它引入进来 然后这里的话 这个下面就会有RTC的投文件 大家可以看这里面有很多 但是也不多 因为RTC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RTC的函数也不算很多 在STM32的外设里面 RTC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对这个RTC的这个计存器的定义在哪里呢 这个在我们前面 我们已经多次讲解了 在这个顶层头文件 比如说我们搜索 在这个顶层头文件是 就是这个10x.h 这个里面我们搜索RTC 我们是可以找到的 我们搜索RTC 我们往下搜 因为它是结构体 大家可以看 我们在这里就会搜索到这样的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 这里面就实际上定义了呢 很多个寄存器 CRL CRH 都是RTC相关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有我们把它主要分了五类 第一个的话就是控制寄存器 CRH CRL 还有预分屏装载寄存器 还有预分屏余输寄存器 那么这两个寄存器的话 在我们刚才讲框图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讲了 然后RTC寄存器寄存器 那么这个是个最重要的寄存器 它保存的是当前时间的 这个寄存器的值 然后闹钟 比如说我们要设置闹钟 闹它什么时候闹 对吧 闹钟的寄存器 它实际上跟这个 寄存器寄存器的是差不多的 因为它们要比较 它们要进行比较 强等的话 如果说我们开启了中断 它是可以产生中断请求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CRLH 那么这个寄存器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这个中文参考手册 大家可以看 这个16.4 这里面有 有这些寄存器的讲解 RTC的寄存器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RLH寄存器 那么CRLH寄存器的话 它主要是一些中断 使能位了 也就是说 比如说秒中断 那么秒中断 这里还有闹钟中断 溢出中断 这个在我们的框图里面 我们看一看 就是我们这里的三个中断 比如说这里秒 每个每过一秒 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中断 接触器的溢出中断 那这个一般比较少用 再就是这个什么 闹钟中断 这三种中断 那么你要开启 那么就在这个CRLH里面开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里的CRL 这个就是一个是叫配置标志 还有RTC操作关闭 这个怎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寄存器 CRH 我们CRL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RL寄存器 这里有几个位非常重要 首先这个秒标志 这个比较好理解 闹钟标志 之一出标志 这就是三个标志位 就跟我们的flag 都是一些flag 达到了 如果你设置了我们之前刚才的基准器 CRLH里面 你设置了这个中断使人 它不但可以有 比如说有闹钟来了 它这个标志位不但设置为一 而且还可以产生中断请求 这个跟我们其他的外设都类似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有 有什么呢 有三个 就是三四五 这三个位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RSF这个位 我们先把这个颜色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RSF这个位 我们改成蓝色 这个位是什么呢 叫寄存器同步标志 唯一的话就是寄存器已经同步 就是说这个是有什么用呢 在我们修改这个 相关的寄存器的时候 我们必须去判断这个位 确定这个寄存器已经同步了 这是第一个 再就是这个CNF位 叫做配置标志 就是说我们这个配置标志是什么呢 我们要修改相关的寄存器 比如说CNT RAM PRL 装载 那么我们必须先配置这个位 把它设置为一 然后我们进入配置模式 然后我们再去配置 配置完之后 我们要把它设置为零 来退出配置模式 那么实际上这些 这里还有第三种 这叫做RTO 叫RTC操作关闭 那么这个的话是 在对RTC相关的寄存器的写操作之前 必须先判断上一次的写操作 是不是已经结束 就是说我们要写 比如说这些寄存器 那么我们在这一次写之前 我们要先判断上一次是否完成 比如说上次已经完成了 它就是一 那么实际上是个标志位 那么这个CNF是个操作位 那么这个RTO是个标志位 它是指示状态的 RSF也是个状态位 那么这里听起来比较 比较听起来 大家有个感性的认识 就是说我们这RTC操作 是比较敏感的 实操作是非常敏感的 对这个RTC寄存器的操作 你必须要去进行一些什么 等待啊 等待上一次的操作完成啊 或者说先要进入配置模式啊 或者说寄存器同步啊 这里就是一些同步 那么这些的话 在我们后面我们讲 这实验的时候 我们会来看一下 具体怎么来做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RLH PRLL寄存器 那么这个寄存器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我们的预分屏 装载寄存器的高位和低位了 就是用来预分屏的 它是一个 大家可以看20位的 16到19 这里是高位和低位 它是20位的这个预分屏 那么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么这里的话 还有这个DIV DIV的话是我们叫 预速寄存器 那么它也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 它是以这个RTC clock 比如说我们是RTC clock 我们举个例子 RTC clock 我们设置装载值是100 对吧 那么它这个值就会从 把这个装载值付给它 然后它从这个100往下计速 因为它是以什么为时钟呢 它是以RTC clock为时钟 所以它比这个RTC clock 除100得出来的 我们这里叫TR clock 我记得这里叫TR clock 得出来 比这个时钟要精确 要更加细 更加精确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NTL CNTH 那么这两个寄存器的话 就是两个16位的寄存器 就是一个加起来就是32位 因为它是一个32位的可变成寄速器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当前时间 保存的是当前时间的 这个寄速器的值 这个也我们刚才讲框图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解的很详细 每一个TR clock 每一个TR clock 这个寄速器的值就加1 也就是一秒钟 加1 一般情况下是 然后这里还有闹钟寄存器 那么这个闹钟寄存器的话 也是两个16位的 那么它跟这个寄速器寄存器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是一样的呢 因为它要跟我们这个 它的作用就是跟它进行比较 相等就会产生闹钟 出发闹钟事件 如果开启了中断就会有中断 所以这个他们的配置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置 我们怎么来配置RTC寄存器呢 在配置这个RTC寄存器的时候 这个配置过程 我们这里有五步 先去查询RTO5位 直到RTO5位变为1 这个位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的CRH 这里RTCO RTO 它是用来判断 上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 是不是完成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步 我们现在这里叫配置RTC寄存器 也就是要写要操作 那么要写它 我们首先要判断上一次是否完成 要等待它直到 这里叫直到 直到它为1 也就是说 先我们上一次操作已经完成了 然后把这个CNFV设置为1 我们就确定我们这个已经写完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要读RTC寄存器呢 读的话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 在读RTC寄存器的时候 RTC的APP接口 曾经处于禁止状态 则软件首先必须等待什么 等待RTF位 被硬件之一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 RSF位 也就是说 寄存器要同步 所以这里 寄存器要同步 那么对于这个操作的过程 在我们下一讲的代码中 我们会给大家来详细的讲解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扩函数 有哪些函数 那么实际上 在我们讲解了寄存器 也讲解了这个 框图之后 对这个酷暗数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么它是分布在RTC的 这个原文件和头文件里面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里 也列出来了这些函数 什么 我们这里包括这个时钟元 选择 还有什么时钟使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直接到我们代码里面看 这个不是更好吗 是不是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直接打开我们这个RTC的头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哪些函数声明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就会有这么多个函数 那么这些函数的话 那么这些函数的话 就是一些什么 中断设置 进入配置模式 退出配置模式 获取当前技术器的值 一系列的函数 那么这个在MDK里面 这个图看起来比较小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PPT里面 首先 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是在我们RTC里面没有的 就是在RTC里面才有的 就是RTC的时钟元配置 和时钟使能 这两个函数很重要 那么它在哪里呢 它是在这个RTC 不是RTC RTC 在这个里面 它是有的 实际上大家是可以收到的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有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是我们操作RTC必须用到的 一个是时钟元的配置 那么这个时钟元的配置 就是我前面讲解了 它有可以选择什么 LSE 还有LSI 还有HSE的分屏 三种选择 然后就是时钟使能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一些配置函数了 那么对于这个配置函数的话 首先配置预分屏系数 那么它实际上操作的肯定是这个装载寄存器 然后设置这个寄数器的值 当前值 那么设置的是CNT 然后还有SETARAM 设置的是这个ARAM的寄存器 那么这些函数的话 实际上我们也不用讲得很详细 在我们讲解了框图之后 讲解了寄存器之后 大家都知道这是干嘛了 设置预分屏 我们还是给大家讲一下 设置这个预分屏是设什么呢 设置预分屏就是说这个 设置计存器 设置计数器的值就是当前值 设置ARAM就是说这个 实际上这三个函数 这就是这三个函数的作用 然后中段配置 我们要时能中段 那时能哪些中段呢 有三种中段 什么秒钟中段 闹钟中段 溢出中段 然后我们配置之前 我们每一次配置之前 我们都要先去允许配置 也就是interconfig mode 然后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要退出配置 叫existconfig mode 这个在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CRL的CNFA 然后同步 每一次操作之前 我们都要等待上一次操作完成 要同步 所以这些还是比较 这次RTC配置比较痛苦的地方 当然控栏数都已经给我们封装了 那么再就是一些什么 状态获取位 这些就比较简单 跟其他的外设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还有几个重要的函数 什么后备区访问使能 这个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在操作后备区域和RTC的时候 我们要先使能后备区域的访问 因为我们的RTC也在后备区域 然后当然使能这个时钟 电源和backup时钟 这个我们前面讲了 然后这里我们还有开启LSE 就是RTC的时钟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什么 选择LSE 所以我们要开启LSE 那么这些函数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着重来看一下 根据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 这里我还有一个函数 还有函数没有讲完 就是这个备份寄存器的操作函数 那么后备区访问使能之后 然后就是几个 42个寄存器给我们去读 那么就读寄存器 写寄存器的这两个函数 那么这两个函数在我们使用里面 我们也会用到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还花几分钟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RTC配置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 实际上还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的话 我们就要使能一些时钟 PWR和backup 时钟 时钟使能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 然后的话 就是使能这个后备寄存器的访问 因为我们这个 不管是我们的后备寄存器 还是我们的RTC 都在后备区域 所以我们要使能这个 然后使能了之后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操作RTC了 那在操作之前 我们毫无疑问 首先要配置什么 时钟 配置它的时钟源 比如说我们选择 这个LS1 选择外部的 32.768 K赫兹 那么我们要配置 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要把它使能 使能RTC时钟 然后使能之后 使能使能了 在我们框图里面 这个RTC Clock有了 接下来我们要配置什么呢 要配置预分屏系数 也就是配置我们的PR了 就是我们这个框图里面 在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框图里面的 这个前面一点 我们要配置这个 我们要配置什么 我们要配置这里 预分屏 那么配置这个之后 再要配置哪里呢 要设置当前值 计数器的值 那么就是要设置时间了 设置时间之后 它就可以开始工作 那么可以开始工作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开启中断呢 我们就可以开启中断的话 我们就设置这里的标志位 可以产生什么秒中断呢 还有这个闹钟中断 那么这个都是很容易想到的 那么如果我们开启了中断的话 就要编写中断浮函数 实际上这一到七步就结束了 只不过这里我们还要提醒 我们的部分操作是要等待这个 我们部分操作是要等待这个写操作完成 还有同步 还有等待上一次操作完成 那么这些的话 这就是我们这个前面讲解的 这些玩意 这些函数 进入配置模式啊 等待同步啊 等待上一次操作完成 那么实际上在扩函数里面 这些基本上都已经封装好了 那么今天的话 这个内容我们就基本上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哪些内容呢 我们首先已经讲了这个RTC的这个框图 然后讲了框图之后 了解了RTC的工作过程 然后我们讲了这个RTC的寄存器配置和框数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RTC的特征 那么这些特征的话 实际上在我们刚才的PVT里面已经讲了 这里只是一个总结 什么预分屏啊 气速器啊 时钟源啊 可屏蔽中断啊 这些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特征 那么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下一讲我们会教大家怎么来配置RTC时钟 我们会讲解这个RTC时钟的这个实验代码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